啊 今天又到了老偷喝酒酒的時間了 那今天呢跟以前比較不一樣 之前我們都是從便利商店啦 從賣場啊 尋找一些很特殊大家應該不太常看到的東西 來分享給大家 今天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因為我們的好朋友 格蘭捷他們送了我們一盒新品 叫做格蘭捷X的威士忌 他們說這支威士忌非常非常非常適合拿來做調酒 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它的原味跟它的調酒款式 來啦 第一支我們先喝原味 樣品酒都有點不好看 一開始的香氣很...我覺得很具格蘭捷的代表性 一些很波奔筒的香味 但是又比它的經典Original的版本還要再更奔放 還要華麗有一種 華麗登場的Fu 有一點淡淡的 麵包的風味 巧克力然後蜂蜜跟香草的感受 其實這樣聞起來它 會讓我感覺它是一支很耐喝的酒 它不一定要拿來做調酒 它光是這樣子直接喝應該就很舒服了 風味多元 很有趣很可愛 它喝起來呢 一入口你會有一些水果的感受 停留在嘴巴裡面 吞下去之後呢 慢慢慢慢慢慢會跑出一些淡淡的西洋梨啊 柑橘香草 一些蠻...雖然是蠻基本波奔筒的味道 但是更有趣的地方是 會出現一個巧克力的乾香 我覺得這很微妙 是喝進去之後 它沒有到大家想像中是一種 好甜好膩的威士忌 不會 它顛覆了我 至少顛覆了我對格蘭捷以往 這麼多款式的想像 華麗登場 然後收尾有一種 很舒服的大約是 68%的黑巧克力 這樣的香氣存在 這個不阻止我的話 真的很輕鬆 很...不小心你就會把一支酒就喝完了 那當然我們今天得到的小禮物 比較小隻一點 OK 下一杯 好 第二支我們來試試看他們的家 算是自製調酒吧 格蘭捷自製調酒 它這一支上面有寫一個 格蘭捷 X 就是格蘭捷搭配它的這個 葡萄用做的調酒 那它X的意思呢 這樣看起來應該是 它可以搭配任何的東西 可以做成各種型態的調酒 那它這支示範酒 就是用了葡萄用 我們先來試試看 各種種表情的感覺 哈哈哈哈 葡萄用 我覺得酒沙都很棒 哦 風得很...很扎實又完美 很防盜喔 好 如果說現在有好朋友在看 然後從以前就偶爾會掃到我們的這個影片的話呢 應該在以前養命酒的時候 我們有開一個 也是葡萄柚味道 那時候我說很像蘇寶 這次最微妙的地方是 他是 威士忌做的調酒 但是他 聞起來一樣是很像蘇跑的味道啦 不是不好而是我覺得 哇葡萄柚威力很強大耶 不管放在什麼東西裡面 哪怕可能今天放在 雪碧裡面他都變蘇跑了 好啦他除了蘇跑之外他後面還有一點點 很像 我覺得 威士忌跟新鮮水果 其實葡萄柚它搭出來的感覺 雖然說 一開始沖出來的味道 很像蘇跑 但是他後面帶了一點點 像是 洛神花乾 蜜餡 這樣的香氣 我覺得很有趣 至少聞起來很有趣 放一陣子之後 現在他威士忌的香氣 越來越多了 實在是蠻像新鮮 有一種 要喝嗎 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一隻是一個 我覺得這一隻是一個很 值得玩味的 一個 一塊 示範調酒 香氣獨到 雖然說 聞起來 韻裡面 隱藏著 比較 也不是隱藏 展現的比較明顯的是 蘇跑的香氣 但喝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 滿有趣的地方 是 格蘭捷他的 水果 調性 跟葡萄柚呢 意外的可以變成好朋友 但在這個風格裡面 就有一種 有一種說不太上來的滋味 很建議大家 如果說 外面有買到 格蘭捷X的話 這一隻我不知道 有沒有辦法買到 因為他是 人家送我們的 那如果說 大家去買到了 格蘭捷X 可以自己 加一點點葡萄柚汁 試試看 應該會有 異曲同同的效果 嗯 OK我們 剛剛看了一下 它裡面有附贈的一個小卡 它裡面有介紹 格蘭捷X 可以跟 什麼樣的 汽水啊 或是水果做風味的搭配 我覺得看起來是一隻 非常有趣的酒 那他們也說了 這一款威士忌是 專門 拿來讓大家 做成調酒的威士忌 所以它用X 這個字母 那為什麼是X呢 其實它是FIT的意思 那你可以FIT 很多的東西 像是我們最基礎的 威士忌 Coke 可樂沒有問題 然後或者是 海某Soda的型態也可以 那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地方 是它 剛剛還 那個小超 不是小超 它們的介紹上面有些 可以加通靈水 通靈水是比較難得 在威士忌調酒裡面 少見的搭配跟組合 因為威士忌通常帶一些甜感 通靈水它除了苦味之外 其實它的甜味也不在 不在一個低的程度 它的甜味跟苦感其實是 算是平衡的狀態 相對的強悍的 所以通常這樣子 在威士忌裡面 你加入了通靈水之後 你會覺得 很不耐喝 會太甜 但是 確實剛剛我試過了 他們家的示範調酒 葡萄柚那一杯調酒之後 我會覺得那一個 樣子 那個 那個長相 很適合 拿來再加一些些通靈水 去補充它 中段 中段 被 葡萄柚 蓋起來的一些 風味 可能加了 蘇打水 加了氣泡水 加了通靈水 加了通靈水之後 它的味道會直接 展開 不再是只有很單純的 威士忌跟水果的詳細 也不再是只有 那樣子的 基礎變化 它這些飲料 會讓它變得很豐富 基本來說 我覺得這一隻酒是有趣的 然後 我覺得剛剛 最有趣的地方是我 剛剛看了一下 他們 官方網站寫 建議售價六百塊 那目前好像 我只有在好事多看到過 好事多我看到的時候 好像不到六百塊 還蠻平易近人的價格啦 這一隻酒我認為 是一個 你喜歡在家裡調酒 或者是 你喜歡純飲威士忌的朋友 都可以在家裡 備了一款威士忌 非常的有趣 我覺得他們現在往 一個 多元年代的 多元的方式去邁進 我覺得這個是 一個蠻有趣的東西啦 OK 老頭喝酒酒 我們下次再來喝一杯吧 掰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